接下来这算是第二个字的部分 第二个部分我们叫做静心时间 不是训练的 以前老师想说是训练 不是 有的学校或老师在教书法之前 都会教你们呼吸课程 或是做土纳 这个其实老师也会教 因为老师是学中国底的 前几天才去表演而已 所以我们这个写这个的时候 要很专注专心 点出上中10号20楼 什么叫上中 上面的中间这里叫上中 所以我们等一下要点这一点 但是现在我们学到这里 更难的就是说 我们要在这一格找出上中 然后我们再复习一次 我们都会有一个基本能力 比如说老师点这里 我看没关系 我用下面示范 等一下正确写的时候是这里 老师现在示范说我们都会有一个 基本能力就是会有 算是超能力 我们会自动找到中间 我一找就中间了 老师示范出来的 如果我这样子 你看老师说用眼睛扫下来 我们都有看过小baby的影片 小结 这样子眼睛扫下来 用眼睛扫下来 雷射眼扫下来 这样看蛋糕有一样大块吗 这边比较小 这边比较大 所以当我们这样发现不对的时候呢 我们再把它移动一下 移动到两边看起来蛋糕一样的时候 再轻轻点 老师这个你看 这个是灰色 这个是黑色 所以你只要庆轻点 老师就知道 这里了 这样就对了 所以刚才只是示范讲解 所以你现在要写的时候 现场写的人 现场教学的人 你点完这一个 好找一下 眼睛扫下去 在这里 要很准 不用太大点 这样老师就看到了 这样就可以给老师改了 那你如果回家 写的人要点两个 好 这个点完之后 再点一个上中 这有点错了 在9.9而已 再右边一点 好 还是 在这里 这才是中间 尽量点一次就点对 你就眼睛扫下来 两边蛋糕要一样大块 不用点太大 好 现场写的人 这个老师对了 对了两题老师会打勾 才可以 写第二个 好 左中是零 十楼 什么是左中 左边的中间 就是这里 这是一整格 那现在换到这里来 就要点这里 好 开始 那你就要想象 蛋糕这样切过来的时候 两块蛋糕要一样大块 还有点这里的时候 手要这样子 你才看得到线 有的小朋友就保持这样子 遮住了 看不到 所以有的小朋友点不准就是不知道要这样子点 好 笔要稍微这样子才看得到线 好 接下来 这一个 这样就看得到了 我看得到 轻轻点就好了 点完之后再点这一个 现场写的是一个一个点 点完之后老师有打勾之后呢 现场写的人打勾 好 接下来就写这个中心点 10号10楼 中心点 差不多应该要在右边一点 点完之后就可以拿给老师改 在家里写的人就写两个 两个 两个 好 这样就算第二个字了 也花很多时间了 知道吗 所以呢 你要这边当一天的作业也可以 一天 这两天 你比较认真的人就写123 三个部分 一天写完也可以 那一天